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放掌 我们继续来学习感应篇汇编 节要第32条 时辞称说 时时提醒 虽田夫归父 木树春童 无不变化 善缘无边 湖原亦无边也 这一条也是属于流通 众传流 就是这个 广传 传播 流通到各地 这个传就是 时间 传到 千年后世 千年万世 不断地传下去 那么流通 就是辨识方 希望这个感应篇 能够 普遍地 在各地方 都有感应篇的 推广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 时辞称说 就是 时时刻刻呢 来称赞 来说明 时辞提醒 那么我们 每一次 每一次读感应篇 也就是说 那每一次 提醒一遍 我们读一遍 提醒一遍 读一遍 称说一遍 这个称 是称赞 我们口中 念诵 这个心理 思维 那么时时 都在提醒 每念一遍 我们都提醒一次 那么这个 时时称说 时时提醒 就是说 不间断的 不间断 这个 如果啊 没有 时时刻刻提醒 称说的话呢 很容易就忘记了 很容易就忘记了 所以我们 一般佛门 为什么要有 早晚课 每天要提醒 晚课要反省 所以 这个才不会忘记 这个词非常重要 如果能够 时时称说提醒啊 那么 虽田夫归父 这个田夫跟归父啊 田就种田的啦 那归父啊 以前那个 一般啊 这个户人 就是说乡下的 这些人啊 比较没有 读书 没有知识的 如果你常常 称说 常常提醒啊 那么他们 也懂了 那他们也知道 所以我们 看到呢 看到呢 这个 过去老人啊 他们没有读什么书 没有读书 像我母亲 读三年的 日本书啦 中文是 几乎 他们都不认识的 但是呢 但是呢 小时候啊 常常听我母亲讲啊 说有三师神 几头三尺有神明 常常常听他讲 那么这个都是 听老人 讲的 听上一代啊 老人讲的 老人传下来的 所以我小时候啊 我母亲常常提醒我们 这个 不能做坏事啊 做坏事啊 几头三尺有神明啊 这个 身体里面 三师神啊 但是他 也不认识字 他也 没有读过感灵篇 那他怎么知道 有三师神呢 怎么知道 有几头三尺有神明呢 那么这个是 听老人啊 讲老人念的 那么像我 外祖父啊 他这个 他们都有读书啊 我们戏子 郑家呢 也是算大家族啦 那老一辈呢 都有读这个 三四经啦 四书五经啦 所以 他们虽然没有读过啊 但小时候 常常听这些 大人在念 在读 我小时候啊 也常听我外祖父啊 用台语念三四经啦 所以 都有这个印象 那么这个就是 时时撑梭 时时提醒 那么虽然呢 种田的 他没有读书 这个归父 也没读什么书 这个木桶啊 就是以前啊 放牛的啦 放牛的 像我父亲啊 小时候啊 他九岁就去放牛啦 那我祖父啊 学问很深啦 书读的很多 但是呢 书读的很多啊 没有修行啦 吃鸦片 吃鸦片 那么 很多田地啊 都被他卖光啦 那么还有留一些 留一些 留一些呢 后来我这个 祖母啊 说读书没有用啊 这个田地都被你 抽鸦片抽光啊 快抽光啊 就不要让我父亲去读书啊 不如去放牛啊 还比较好啊 所以我父亲啊 他就一目不识丁啊 他这个 所以他也觉得很 希望我们这个孩子啊 起码认识几个字 不要像他这样 但是我祖父啊 那书读的很多啦 但是呢 吃鸦片 后来留一些田地 他卖了很多啦 现在呢 大家有没有去过 旧中路那边啊 那个周美桥过去那边啊 一大片都是我们的啊 都被我祖父吃鸦片啊 卖光 卖到剩下没有多少 那这个 也就是 木桶 那么如果你常常这样念给他听 他 听久了他也会懂啊 像我们这样念念念 那你没有读书的人 你听久了他 他也自然会懂啦 你看六祖他不认识字啊 他听人家念青钢经 他也开悟啦 所以这个要实时啊 提醒 无物不变化 就是 如果你长时间心修啊 心息啊 那 不知不觉也会产生变化啦 但是啦 如果你没有这样心息啊 那就 很难会有什么改变啦 只要很心息啊 有耐心的 时时刻刻 称缩提醒 那每一个人 多多少少都会一些改变 起码对这个感令篇 印象会很深刻 这个善根啊 也会越来越深啦 这个根啊 如果深到一定的程度 佛法讲五根五立啊 根深到一定的程度 它就产生力量 这个是必然的 所以这个善言无边啊 福言亦无边 所以这个我们要流传 要广传 当然啊 我们要自己带头啦 我们也要带头 那么我们广传啦 像我们印这么多的经书啦 我都在送啦 那别人都在读诵授词啦 我们自己通通没有读诵授词 我也是看到这种情况啊 这个我自己没有带头也不行 所以 我们流通啊 人家都成就啦 那我们还在 这个 苦海里面 还在沉默 所以 这个我们要常识心修 这一条就是常识心修 我们老上讲 一门深入 常识心修 那么长时间下来啊 那它必定啊 也会产生效果 如果你时间不够啊 好像那个开水啊 你烧的时间不够 它就不会开啊 你那个烧到 时间到了 火候到了 它就开了嘛 我们学习圣贤经典 也是同样一个道理 希望大家 共同努力 今天就跟大家 分享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 不会增长 滑喜充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